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击掉入国都长安 铲除奸命 虎奔将军阎凤山不甘于大权旁落 集结虎奔暗卫的势力企图列国而至 自立为王 他以长安城中的藏兵像作为掩护 将暗卫分布其中 一直在寻找反击的时机 在姬舞阳的帮助下 胡莹联合忠义将领顾玉 剑客叶征 画师百婉 年轻文士谢子玲等人以智谋捣毁藏兵像 摧毁阎凤山望图列国的阴谋 排长安城风朗气轻的故事 很高 五官精致 特有神 双眼皮超好看 笔质高挺鼻子 花半唇 英俊帅气 色眼也超好看 身子挺拔 身材好气之佳 是内宇不得多得的有颜值有演技的演员 虽说作为仙侠出圈的一人老招黑子喷 但个人觉得能演仙侠 现偶聚的男主的没有长得差的 陈毅颜值绝对在线 但陈毅难得之处 使他塑造的每个角色时都躲在角色后面 本人不抢角色风头 从而使角色都很鲜活 很有技艺点 这点才牛 如果此次陈毅真的接下长安二十四季 那将是从小谷偶到武侠谷偶再到全谋谷偶 那么陈毅也好歹算半个科班了 友友们期待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续